全國投資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我是啟發投國憲政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利空影響 因為美國昨天突然宣布 要課增關稅1.5億 還有義大利跟西班牙的政局不妙 可能要脫歐又什麼 總理又怎麼樣 今天跌142點 量擴增到1607億 好 再來要怎麼做 之前我在10478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 我當初從高點滑落下來 11120下來我就跟各位講10544 10544以下超跌 我在節目上有看播 但是我有教各位 10478是低點 那10478上來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 10945是初步空底 強烈空底是11017 本波最高最高是在哪裡 11034 這高點我跟各位講過 叫各位拿推背圖 這邊是空底 怎麼算的 我叫你進來索取 就在这里 今天叠成这样 很多人一定看坏 是不是这一天 这支就是这支 那下来我跟各位讲10544 那由这一根我算出来 它的低点是10478 我还跟各位讲以下属于超跌 在这里你不要看坏 那来到这里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跟各位讲 谈生上来10478 谈生上来是在10945 跟初步空底是10945 强烈空底是11017 我又没有事后讲 没有 你要注意看我电视节目 我电视节目有很多人在看 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等一下我会讲压回哪里 是多底区 好 OK 所以从10478上来 第一波 我说初步空底是在10945 它最高10978 然后再压回 压回到10819 谈生上来的高点是11034 那我说强烈空底是11017 你可以回顾前面的我的网路节目 我在抓指数的高低点 这辈子没错过 都事先预告的 好 OK 那现在来到这边 对不对 这个点 这个点我有抓住 我都打工资 记号 我不会留下证据 我顶多就直接跟各位讲 这边告诉你 要跌回来10544以下 那这里10478 我已经交过怎么算了 由这一根K棒 向下算下来 就在这里 10478 上来我跟各位讲 1110954 这边10978 然后强烈空底是11017 这边是11034 好 OK 下来到这边 怎么看 今天大跌 你看坏对不对 明天压回站买方 压回来 这边 今天 这个点 是初步空底 初步多底 这强烈多底 那我跟各位讲说 明天如果再跌下来 站在多方做思考 为什么 为什么 这里 这样你看得懂吗 这样你看得懂吗 好 那三观价 昨天跟各位讲 这个高点11034 对不对 那三观价 有没有跟各位讲 昨天 这里面看到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是什么 从中上关转为中下关 所以今天会在中下关 那明天一定是在中下关 但是压回在下关 你就站在多方做思考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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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波段的 波段的我都会先跟各位讲 就比如讲 我改天我就不会跟各位讲 这跌回来 跌回来 这边是初步空底 今天最低10799 收盘10821 刚好这里 一点都不差 所以明天下来 来到这边 破了这个短线上 这初步空底 你要站在多方 最差就到这里 但是这里会来吗 明天就知道了 所以压回你必须要站 一个所谓的买方 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没有事后 你要学的技术分析就这种 好 OK 那同样的 昨天预告给各位的是这样 5月29将5月30号 那昨天告诉你 10930到10995 今天开来10925 开在这里破线了 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破线以后他会反弹一下 所以破线以后 破这个多底 那之前的一个说 多底变空底 所以今天调整出来 他高点是在10930 那低点也是10824 那很多投资本想说 老师这10824怎么算的 我本来不想教啦 好啦 教你一下 10824是今天的低点 怎么算 我教一次我就不会再教了 来 10995减掉10930 不是65点吗 105点对不对 减掉 10824 10824 今天最低10799 你说10824 它以下属于超跌 那超跌 你就可以在那边 做一个所谓的动作 它会反弹上来 因为它是属于超跌 10824 我刚才已经交过了 很多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今天开盘 开10925 就知道开了以后 它大概今天就是一个 所谓的开盘点 大概弹升上海 没办法钻到10930 那之前的多底 它变空底 然后压回来 它最大的一个 所谓的几次在10824 10824怎么算 我刚刚算给各位了 那最低10799 那尾盘会弹升上来 了解吗 重点是 现在来到这边 很多投资人对这个抗坏 我跟各位讲 像之前的中美贸易大战 对不对 那只不过是 川普要逼习近平上谈判桌 结果在上礼拜天 他说停火 贸易战停火 结果今天 昨天晚上 美国又给你宣布 他要课征 关税1.5亿 那当然是针对 针对 进口国的 中国大陆 了解吗 所以 今天就有一个所谓的利空 那这利空 它是突然性的利空 我跟各位讲 一般来讲 这种突然性的 一个所谓的利空 它绝对不是利空 那种慢性的利空 缓跌慢跌 那种慢性自杀 才是利空 这种利急的利空 马上会反映 今天就马上反映 那反映出来 很多投资者今天就砍在底点 但是我跟各位讲 今天的所谓的跌是代表 它明天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跌升反弹 那你要站在多方做思考 那明天怎么看 明天再跌 那你就站在多方做思考 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初步多底是在什么地方 那今天刚好在这里 明天跌下率碰到初步多底 它就是短线上的一个 所以超跌 它会做反应 今天5月30号 我们讲5月31号 我说逐步可以向下在1075吧 中关价下限在10753 逐步可以向下在10861 三关价的中关在10862 所以今天5月30号 我们讲5月31号 明天 明天 你把它抄起来 那看开盘点 你去做调整 那你不会调整没关系 你到时候 623号 623号是我针对会员技术班 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来学 但是要付费 但是费用不会很多 我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在做股票 你没办法去事先做预算的话 我请你离开这个市场 你听那么多头顾老师 讲那些废话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我都直接给各位数字 就比如来讲 这个高点我有算出来 注意看我郭先生电视节目 全头顾只有郭先生的节目 颇段的值得看 而且点数给各位 一清二楚 1128 这边11270 对不对 然后叠下去 这个10189算10183 上去这里 10938 937 我算10935 下来 106 这个点 10639 我算10651 上去这里 11120 我算多少 11122 差距2点不要跟我计价 来 大概很多人不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看我节目很箍照 但是内行的会看 错了 11122 这个点是多少 11120 然后下来我告诉你10544 我把这一消掉 10544 这点下来我就知道10544 这边10478 544以下属于超跌嘛 那来到这边 又告诉各位要 要什么 要来拿推背图 空比 这里 那告诉你10544 那底下属于超跌 我就知道10478 节目上有教了 然后再讲 上去 这里10478 郭先生节目上面我们讲 10945 是初步空底 强烈空底 11017 有 11017在这里 那11017这边 你就知道 这个点会来 那明天预初步 多底 破了以后 你要站在多方 今天破了一次 今天最低10799 破了一次 他就做反弹 收盘 收盘多少 一样吗 10821 那明天如果再破一次 你要是站在多方 做思考 好 OK 那明天短线上怎么做 就这样 5月30 讲5月31号 我不知道各位 看电视是看 喜欢看事后诸葛亮 还是看事先做预算 我跟各位讲 给各位一个 所谓事先预算 那你看开盘的位置 在利用我 0.618跟0.38的数字 做调整 精准无比 没有模拟两可 这短线上操作的 这个是之前 波段的 波段的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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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算出来 那你如果觉得很复杂 不会 你来学我会教你 我会教你 那个股的部分 来 汉讯我昨天还有讲 昨天汉讯盘中破 对不对 不妙 今天涨停 那我汉讯在什么时候 跟各位讲的 在这里 这最低是136 那你有没有看 有没有告诉你 13102 汉讯 6150的汉讯 记住 股票买在低点就好 420我就知道 会到173到131 如果来到131这附近 我这事先都讲了 我在低档买 那来到这边 这里破线你会不会买 不会嘛 这最低136最高143 兼收149 涨停板 那买这里就好 我是现在讲的吗 不是哦 所以做股票记住 低买高卖 那你如果 喜欢去追股票 那是随便你 投股老师一定要追股票 追强势股才能收得到会员 我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吸引不了散户 我只有吸引想要低买 想要在破线押回整理买的 10%的赢家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想要带会员赚钱 我想要教他们计数 我不带会员去做冒险的动作 3504 恭喜啊 很多人赚很多 但是 我起点在这里买 90块卖掉 现在110几 我不会羡慕啊 对不对 星象我在这里买 那我在这里卖掉 我也不会羡慕啊 金星科 我之前在这里买 我在这里卖掉 我也不会羡慕啊 那你要去做追涨的动作 就你去追 我希望买的股票都是 砍得股票 投股票 我收得到会员吗 我根本收不到散户会员 我介绍的股票都是在低档 如果一个老师是介绍 涨很多的股票 欢迎你去参加 一个老师 如果都是介绍在低档的股票 这个老师 你要对他刮目相看 这个人不一样 听得懂吗 我就是那个跟人家不一样的人 认同我理念 像赚钱学技术的 低买高卖的 那今天入会 给各位一个说 搭邮带 再加正6月23号的技术班 还有送这本技术手册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 赚钱这家学秘技术 今天全面给各位五折 在打五折以外 还送各位6月23号的技术班 及三关架秘技的一本手册 有意愿的 反正早跟晚你也会来找我 直接跟各位讲 很多人 很多人有这个觉悟 希望你也有 好 速播 023898689 0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启发头部 当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在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们的技术分析 就直接抓高点跟低点 没有所谓模棱两可 那低点赏户是不敢买 高点赏户它会一起追 那你要秉持这种 低买高卖 赏户都是追涨 所以是在高买 不对 做股票 你要懂得如何 事先预算低档 那那个低档 一定是坐手 高手 法人再买 那那个时候在低档 一定是利空不断 一定是财报不加 那利空不断 财报不加 赏户会不会买 不会 赏户不会买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做 就代表主力作手 故意灌压他在低档 发布利空 他要进去买 注意 主力作手 不会拉抬股票 让赏户做解套 或赚钱的动作 他只会拉上来让你套 主力作手 跟高手 跟法人 绝对不会让你买在低点 因为他在低点 一定发布利空 那你如果要对抗他 那你就要学 郭先正的 事先预算技术 这比讲 汉讯 我现在只有教最简单的 来 我们都没有看到 汉讯一堆人买在这里 四字头 赏户都是这里 汉讯会赚五个股本 一堆人就死在这里 那这里我就知道 他会有融资断头 然后呢 他会跌到哪里 或许你讲假不相信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在节目上提过 我没看到后面 就看到这四百二 四百二 如果跌回一百三 跟一百七中间 尤其一百三 如果跌到这边 发布利空 果然发布利空 为什么发布利空 看一下 有没有利空 有 汉讯四月份 每股亏零点零五 五月二三号 五月二三号在这里 跌停板 对不对 这就不客气了 隔天就可以进去的 接近了嘛 一三六 一三一 再相对低档买就好了 买完以后 你就可以不用管他 今天大盘 跌一百多点 一百四十个 汉讯涨停板 你有没有中计 有没有中计 有 你在这里中计 那你迭下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利空你砍了 这边我会叫你卖 这边我会叫你买 高卖低卖 记住 做股票是高卖低卖 低卖高卖 不是涨上来才卖 这是望虹 对不对 这是望虹 那我们都没有看到后面 我们怎么去抓 哪里他可以做一个买进动作 我没看到后面 我只有看到这一段 望虹这里一定很多人买 为什么望虹在这里一定很多人买 想也知道 五十五块一定一堆人买 那时候他已经跟你讲业绩很好 五三块 五三点八就不能追了 散户习惯都用做追 然后来到这边五十五点五 我就知道他会跌到这里 就要用力的给他买 没看到后面 对不对 这附近他就是一个水流买点 第一波的一个水流买点 就是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会不会看 会不会看 那我在这里跟各位介绍 五月十六号礼拜三 那时候四十三块 现在已经来到快接近五十块了 这每天成交量很大 都很多人有的 那他未来会涨到哪里 会不会看 直接跟各位讲 我现在就已经讲后面 很多人不知道在讲什么 这附近买 我在这里买 那我就知道他会涨到这里 我没看到后面 四十一块 我就会知道会涨到这里 那信不信是随便你 我无所谓 但是跟你说 我的技术分析 就事先预算高低点 涨到这附近 这附近 接近六字头我会卖 就这么简单 再跟各位讲一次 如果你想要低买高卖 想要学四千预算技术 花一点点钱 你未来会变高手 那今天入会 加正六月二十三号的技术班 放心包在你身上 你未来会变高手 你操作股票 会改观 你会大赚小赚 都是赚 需要帮忙 注意广告中是在电话 足够明天操板顺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资料仲 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